我俗来土生土长在鹿谷桥 我今年92岁了 大家都知道鹿谷桥七七十变 七七十变到现在 86年了 那段残疼的历史 我铭记在信 我给大家讲了 很多年了 我是亲历着 那种被侵入的历史 奸淫寿沙桥 有人看电视 有人说 那电视是假的 但是历史事实 那是抹不掉的 不要忘记 那是我们被欺负的历史 但是铭记历史 而不是延期仇恨 而是我们中国人要自信 自强 过去贫穷落后就被欺负 但是我们强起来了 我们要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要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要保卫世界和平